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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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疯狂杀死了36人 被杀害的人被龙藏于地窖之中 最奇怪的是被杀害的人 被龙摆放的整整齐齐 最终被害人数定格在48人 杀害了这么多人警察 在龙智敏家中搜出 存折15张 本额533元 现金3.13元 粮票91.5金 手表4块 各种故障1011件 最终龙雨1985年9月27日 以故意杀人罪被处决 看了这三个狠人 是不是毛骨悚然 正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无论是出门在外还是日常 生活都要留意周围的人 也许下一个恶魔就藏在你的身边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